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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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似们大家好,我是乌子 大家有看过我以前拍过的这支火焰龙卷风吗? 哇,这个火龙卷不只看起来非常帅啊,甚至还入围当年的走中奖最佳特效奖 但是呢,诶,相信大家应该也都看得出来啊,这个东西虽然说它看起来很帅啊,但是咧,诶,它并不是每个人在家里都可以轻松复制的,而且咧,它甚至还是有一些危险性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来尝试要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自制龙卷风,诶,那我们需要用到的东西是这些,诶,我们需要的是一碗水,一个小小的电风扇,跟一些的干冰,诶,看到这边,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我要怎么做了吧,没错,我要把干冰,丢到水里面去,诶,然后它就开始冒烟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就要拿这个电风扇去吸它,诶,有没有,这边,底下这里,就是一个有点像是龙卷风的状态了,但是呢, 诶,大家看到,它并不是太龙卷,对不对,它现在是有点像是一个什么,臭油烟机那种感觉,就是一直被吸上去,然后上面这边,也只是直直地往上喷而已,这样子,不够,诶,这个效果不够,这不是龙卷风,所以呢,诶,我们需要稍微帮它加工一下,诶,那要怎么加工呢,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用了很多支电风扇这样子往中间吹,而且每一支吹的角度,它稍微这样计算一下,它才会这样子,呃,这样上去,所以呢,相信聪明的各位应该都知道, 我们要制作出龙卷风的关键呢,就是我们要限制或者说控制那个气流,是这样螺旋往上的,那刚刚这个状况呢,诶,它只有往上,没有螺旋,那该怎么办呢,诶,我们有办法,诶,我们需要的东西非常简单,诶,长条形的纸盒,那我们需要对这个纸盒做一些特殊的加工,首先呢,我们需要把它的头给切掉, 然后呢,为了等一下好观察里面的状况啊,我们要先把一面弄成透明的,接着呢,在它这个纸盒的边边,画上我们等一下要开的洞,OK,画完了之后,就来开洞啦,好,都完成了之后呢,诶,现在我们就可以来欣赏龙卷风了啊,先来卸干冰,打开电风扇,把它督到最上面这里,接着呢,则慢慢的放上去,有看到吗? 它,它,它,它好像,不是说非常的明显,但是你们有看到吧,这边,这边,有没有,这边,有一个螺旋的感觉,哦,哦,有了,有了,有没有,它是有螺旋的,虽然说,不是说非常明显,但各位应该看得出来吧,它是有螺旋的,往上的,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是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只是这样子,卡卡卡卡一下而已,所以呢,它这边,它的写入有点不太顺, 因为像上次我们做的那个泡泡船,它那个风的通道,如果没有很顺的话呢,它的那个龙卷就不会说非常的明显,所以呢,各位在家里制作的时候呢,诶,要细心一点,好好的控制那个空气的流动,这样子你们就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龙卷风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当然又结束啦,怎么可能这么简单的结束呢,哈哈,这么小而且这么不明显的龙卷风,你们以为我会满意吗,当然不会满意,所以呢,我弄了一台这个抽风扇啊, 我们就直接用抽风扇来取代这个小小的电风扇,然后试试看能不能做出更大更明显更漂亮的龙卷风吧,好,那既然我们这个电风扇升级了嘛,我们周围的那个臂当然就不能用纸箱做啊,承受不住,所以咧,我们改用这个,诶,这个是压克力跟木头哦,当然那个木头我们会更大块啦,这个是示意图,诶,就有点像是麦块那样子,材料,有没有木头,OK好,总之,那我们就,化身基图开用吧! 我们已经造了设设计图,那我们要的木板都已经切好了,我想要做的装置呢,大概是这样子,然后这两面呢,就是压克力,那等一下呢, 那我们就会在这边,打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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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起来,咚,应该就可以,全中了吧! 好,那我们就,继续吧,做的做的热情 嘛 做好派吗? 他妈 glued觉得那个压esses两セ妳,已经交代了 对这个好派对吗? 那我们桂蘭ordum梅 是真的吗? 就是处理 dieser帽子一定会因为这些超轻达的人 好的各位 我们的这个木头支架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进风口呢 是开在这里跟这里 所以等一下我们的压克力 就会这样子 这里 然后呢 这里再一片这样 但是呢 在我们上压克力之前 我觉得我应该要先把里面喷成黑色的 这样子等下白烟在里面往上这样龙卷的时候 看起来应该会更清楚 效果应该会更好 所以呢 OK 这样子黑色的背景 等下的白烟看起来应该就更明显了 那接下来呢 喂 我们就把这个压克力把它黏上去啦 那我在想这边黏上去的方法 应该用 我觉得我们只要就可以了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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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们的 GK模型展示架做好了 呵呵呵呵 好 总之呢 我们这个高70公分的龙卷风模拟器 已经大功告成了 那么我们立刻 啊 就来试试看吧 哎哟 我不小心把它做得太高了 啊 我应该在这边开一个可以活动的门 这样子我就可以从这边放燃料了 好不过没关系 如果大家有想要在家里做这个的话 大家就可以参考之后 这边可以开一个门 这样子可以放燃料了 呃 干冰 哇 很多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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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看 因为我们有这个盒子 所以它的烟都会集中在里面 不会乱跑 讚啦 然后我们这一台 就把它放上来 打开 来 来来来 有了有了有了 各位看得出来吗 它真的是 这样子这样子这样子在转 但是我觉得 诶 我要没烟了 它还是有 但是 各位可以看到它里面是一个大风暴 它没有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子 龙卷风这样子上去 诶 是烟量不够吗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的 来我们 我们再让它多累积一些烟看看 好 也记得这么多烟 龙卷 start 哦 有有有 你可以看到这个 烟很零 烟很零 这样子它 有点歪掉 但是它烟一下就被抽掉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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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忽然就起来了 为什么我刚刚做 啊 我刚把它的 原型对齐了 你看 刚刚这样子歪的 有没有 消散了 它是散散的 然后我把它整个 对齐 虽然说上面这边是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动 但是 诶 诶 很漂亮诶 诶 所以这个实验子要成功的重点是 它那个螺旋吸力的正风心 一定要对齐 我觉得我重补一次干冰 诶 诶 这个水它的温度已经太低了 我觉得我们 我们再换一缸 诶 诶 我们换热水 为啥啊 因为干冰在热水里面 它的反应速度更快 来 这一缸 哦 这个水温应该有个40度 看看这样子 它的烟会不会更多 哦 有有有有有 很激烈很激烈 来吧 干冰龙卷 哦 哦 瞧一下瞧一下瞧一下 对不到 对不到 对不到中心点 哇 哇 全部都被掉了这个烟 回来了 哦有了有了有了 对到了对到了 哦 但是烟也都没了 但是我们还是看得到的 还是我把灯关掉的话呢 我都没有了 我都没有了 诶 我也是个好东西 水瓶椅 给它一点光 然后我把灯关掉 哦 诶 我们看到台风诶 中间有个台风诶 哦 哦 诶 诶 超美的啦 这就是我要看的 它的横切面 跟重切面 超级清楚 那我稍微把它 封关掉 不要让它那么吹 这样子你们可以更看到 那个气流流动 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 这气流直接有一层烟 超迷幻的 OK 好啦 哇 看起来里面的干冰 其实也差不多都要用完啦 那我觉得 我们今天这个实验 应该算 大成功了啦 耶 哈哈哈 哇 各位 我自己本身也是没有做过这个实验 但我一开始在做那个小规模测试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也有点懂 想说如果放大 结果失败的话 那就很糗啊 幸好最后的结果 非常漂亮 那就在我前面说的 诶 我非常推荐大家在家里 也可以自己试着做这样的实验 当然你们可以不用弄到像我那么大 你们可以真的直接拿那种GK的那个盒子 有没有 他们就是有两面有透明的 要不要稍微加工一下 给它切一切 切工整一点 诶 应该就可以做出这种效果 那总之呢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测试的这个自制龙卷风模拟器 欢迎大家也在家里发挥创意 制作出属于你们自己的版本哦 OK 好啦 那你上次我们新影片啊 你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订阅按赞分享留言 想要看更多影片的话呢 可以点旁边小光光 或者去我的乌子Live 可以一直留言看一下 那么当然如果你们想要 以更实际的行动来 支持我们这个社群的话呢 也可以考虑使用超级感谢 或者是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哦 那今天就这样啦 我是胡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哈喵 我是美食费眼千千 我是Pia哥 我是志祺 我是许波 我是胡子 You're walking wise 哈咪Video Kat 网红馆 发烧抢片 14天抢先看 恰恰 独家喜剧大片 会员无限看 Fuck me Fuck me 这都烂人嘛 他们